大家生活中肯定有很多后悔的事 比如说我也很后悔 就是当初没有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又是音乐梦想 如果我当初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也可能像霍远斌老师一样 被人写在书里什么的 有可能 其实每个人都有后悔的事 但我这个性格大家也了解 就比较冲动 比较活泼 我后悔的事特别多 我每分钟都在后悔 比如说现在我就后悔 刚才调侃胡言别人 以后我在音乐圈还怎么混 但是我忽然又一想 她在音乐圈混得也不咋地 孟娜我怎么样 但是我又一想 我又后悔了 你想想 这些小想法不应该说出来 说出来她脸色就很难看 但我又后悔我都后悔了 她本来也不太好看 别 别 我错了 我错了 别 别这样 我是战斗变了 别 别 黑幕 黑幕 那不是黑幕 对 有一次我曾经注意过你的微博 微博里面就说了一句话 说有些话说了就后悔 发完了之后 哎 被他给撤回了 但是让我想不通的就是 你发个微博撤回这事 还能上头条 你干点什么都能上头条 欢迎斌你为什么能上头条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原因 但是肯定和一个女的没关系 我确定 我确定的 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偶像型的歌手 别人家的粉丝啊 他都是 史于颜值 现于才华 忠于人品 我的粉丝 史于才华 现于才华 忠于才华 我特别想有一个粉丝对我说 胡彦斌啊 你唱歌真难听 但是我就喜欢你的脸 我相信啊 那个我们的李诞 可能跟我有一样的共鸣啊 但我喜欢你的脸 不可能 人生没有撤回键 但是呢 经历过了 我觉得就是一种财富 比如说我去过香港 我去香港的时候 那一年我才18岁 我可是两岸三地发片的 唯一一个内地的歌手啊 和一大群明星在一块啊 好 那个时候演出啊 就特别特别的热闹 根本呢 听不见明星们的声音 因为下面全都是尖叫声跟掌声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刘德华一上台 下面哇 哇 是吧 然后 郭斌晨一上台 哎 陈陈 我一上台 嗯 这一场唱完啊 只有我的歌声 最清晰 最嘹亮 不参有任何一点掌声的杂志 所以知道 为什么我的歌会红吗 因为听得清楚啊 后来啊 当人了 喜欢我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多了 我还获得了一个称号 叫做内地周杰伦 是吧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杰伦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激动 我就走上去跟杰伦打招呼 哈喽 你好 台湾胡彦斌 我是内地周杰伦 人生没有这回见 无论你做的什么样的事跟决定啊 其实都有一定的结果和影响 像我之前啊 经历过的一段感情之后啊 天天就上热搜 啊 搞得我都不敢发微博了 好 发什么好像都要被别人误解一样 比如刚刚张老师也跟我说的事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